聪明人只看六秒,就能分开这对奇形怪状的两颗钉子。 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,就算给他玩个六天九天的,也未必能够探索出这里面的窍门。 传闻这是古代智者为了开悟孩童智商设计的一道意志烧脑拓扑谜题。 然而在大多数人初次接触时,都会本能地在两个钉子之间的间隙之处用力筹拉。 但即使您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,也是没有方法将它们成功分开,仔细观察这两颗钉子。 这些巧妙地设计的真是天衣无缝,令人不可思议。 钉子之间的间隙宽度总是比钉子的直径略小一点点。 这就导致大理出奇迹是行不通的,那要怎么办了?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空间思维训练,思维能力好的孩子。 他会熟能生巧地运用空间错位法,让两个钉子相互交叉看能否分开。 然后自己满满地直接将两个钉子往后抽拉,满心欢喜地认为就要成功解开了。 但是不曾想被钉子中间的折弯出所阻挡,导致两个钉子无法直接解开。 然而你以为转动钉子角度能解开,但接下来你会发现,无论是水平拉扯,或者转动钉子挟着抽拉,都被钉子中间这独特的折弯出所阻碍。 万万没有料到,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两个钉子组合后,竟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封闭的结构,大多数人在这里就放弃了,再也想不出其他对策了。 但往往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独特的眼光,以及谁比谁想到的更远,谁比谁更能坚持去探索,遇到困难,坚持不放弃的心眼。 经常玩这种异智玩具的孩子,他会善于观察,他会触类旁通,一通百通,大脑聪明的孩子。 他会将两只钉子同时往后翻转200度,当钉子的圆环呈现一个交叉的状态时,此时很重要的一步,再把两个钉子向上翻转220度,然后再次抽拉。 这样,两把钉子就成功分开了。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,而是思维方式的区别,看问题角度不同。 经研究发现,哪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,要比同龄孩子聪明,更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。 比如,这个智力解构24件套,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,孩子在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中,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,以及对专注力和耐心的培养,让他们的思维越玩越灵活。 把孩子玩手机的时间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构是不是更有意义?